不好意思,讲到那个入窗的护理 我知道你很有经验,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应该是说,我刚好有一个经验分享 就是说,有一次我在做一个客人的时候 他是小麻痹,那长期就坐在椅子上 那没有坐在椅子上,就是在船上 就是躺着,他没办法行动 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关系,他屁股的地方 就有一个大概十块到五十块的那么大乳窗 当然我看不到,这个是他家属跟我讲的 那时候,我要帮他做按摩的时候 家属跟我讲说,那地方乳窗不要坐 因为会刺激,然后我说,那你们是怎么护理的 他们就是说,也没有,就是医生就是说 涂药膏或弄薄一点,可是一直都没有好转 那时候我就想起以前的一些其他经验 我就跟他们分享,就是说 你应该去拿一些比较粉钻的 因为有一个中医师跟我讲啊 一般干的伤口,你可以涂一些药膏 然后,比较有水分的要弄药粉 那我说为什么 他说药膏的话,它是油性的,会有成膜 那个膜,事实上会产生一个隔阂 那你水气一些不容易散出来 反而会闷湿 那药粉的话,它直接涂上去 它会有点像是吸水一样 会把那个湿的把它弄干 所以基本上湿的用药粉的话,效果一般啦 没有说绝对,但是一般而言 它的效果会比用药膏的好得多 因为药膏它就是会把它那个 有点像保湿一样,所以它湿起都跑不掉 这是那个医生 那我就这样子跟他们提议 所以呢,他们去用的买的药粉 那药粉基本上可以来源有几个就我知道的 一个是吸药的,他们有一种叫抗生素药粉 它是药囊砖的 那这个药囊呢,就是要用的时候 它应该是红色药粉 把它拆开 就药囊把它那个,它用两个 两个东西它套起来 它成一个药囊 那你可以把它拆开之后 把药粉直接倒在那个乳川的山口上 这是一个 第二个像云南白药啦 或是广东木药粉这些东西 或是说你直接去中药 中药行跟他讲说 我要配那个乳川的药粉 他们都会配 那这个东西 你再把它涂在山口之后 不好意思 好